又一部不能播,中国第一夫人下令霍建华周迅主演《如意传》进播,原因竟是,网民,阿拉拉。 期待已久的中国讨论度最高的霍建华,周迅主演的《如意传》,范冰冰演出的《八清传》即将播出,但是日前《八清传》的难以因性情丑闻爆出,中国广电局下令进播。 范冰冰也因此一天亏了40亿。 可是《如意传》并没有任何负面消息也同样一并遭全面进播。 《如意传》从2018年1月起,先有消息传出,要在2月底播出,之后又传档期延大暑假,原因就是大陆第一夫人彭丽媛,习近平第二任妻子,下令不准再播负能量满满的公斗剧,导致该剧宋沈平被打枪, 借剧情全是宫廷斗争,有船连修片都修不了,加上被相关单位质疑,偏离习近平提倡的阐阳中华文化原则,迟迟拿不到批文,原本说好先往后台,电视台,的播出方式也喊卡。 据联合报报道,因大陆网台合一,加上如意转除了剧情充满公斗,还接连爆出作者刘恋子抄袭了名作家肥沃斯存的作品,抄袭字句指正丽丽,让该剧处尽雪上加霜。 官方可靠消息指出,此剧确定一刀毙命,连网络平台都上不了。 另外,八情传虽不是宫斗剧,即便被抨击偏离史实,造型太像日本平安时代服装,但剧情描写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格局,和大陆政局不谋而合。 经大量修改后,投了当局所好,抢得上架先机,范冰冰还亲口说,将在4月下旬,5月初左右播出。 未料,即将播出的好消息才传开,又爆出男主角高云祥和另外一名叫王晶的35岁制片人在澳洲性侵一名36岁女子,当局接获消息,判定禁播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